攻击龙袋其实4比0获得了胜利 那今天在比赛之前有想到过 跟这个老对手徐古笋会4比0的获胜吗 并没有 其实每场比赛自己都没有想过去4比0 毕竟其实大家都是这种 世界上最好的水平之一 所以说困难还是准备的要足一点 然后今天从自己终极发挥上 我觉得可能来这比赛 可能感觉会越来越好吧 那今天徐古笋也是在比赛的时候 看着戴着眼镜 那会不会对你在比赛的过程中 会有这种一定的影响吗 我觉得对我来说还好 因为今天其实整体这种灯光 感觉显得有些暗 所以在比赛里有些球 可能从注意力上观察上 感觉上并不是那么好吧 所以说所以我来说 可能水谷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戴眼镜 他可能之前在日本的比赛里 有时候也戴眼镜 球迷们还是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 就是身体状况现在怎么样 因为这两天比赛还是比较频繁 比较紧密的 感觉比想象中 因为其实这次来参赛 就是想检验一下自己现在 这个无论是鸡蛋术水平 包括这个身体的这种恢复水平 起码来次比赛到目前为止 这种伤病还是可控的 并没有说就突然动不了 这种反正比想象中要好一些 这个人是否也能够做到目前为止的 因为这种恢复的 这种恢复的事情 还没有说是这个 那种恢复当自己的 Stat人 对于是有为了 这种恢复的东西 是什么恢复的 这个是什么恢复的 这种恢复的 这种恢复是什么恢复的 感谢观看